第一天我们讲佛学,有很多问题问博士 博士,什么叫缘分呢? 缘分是两个话题 愿愿算不分 言下天意,愿人为 有天意和人为 言就是天意,你控制不到 所有条件出现不是控制,是外来的 好了,你定了他有甚麼名份 在你的人生裏扮甚麼角色 就是你人為了,多數 我們說隨緣是甚麼意思? 隨緣,即是你跟著環境不同的條件去做事 但那又是智慧上的問題 那甚麼是佛系隨緣? 現在市場上流行佛系 佛系是慧慧 你也知道是這樣,是慧慧 是嗎? 多數那些人未必是佛教徒 因為潮流很多新意思的佛系 即是慧慧,就拿了佛系隨緣 即是有時隨緣,其實有得無奈 即是你想不到辦法便隨緣 是 是嗎? 你做不到事了 即是你不再主動去想辦法 即是叫盤撇,隨緣 不會去爭取 但這是違反了正式佛學的精神 出家人可遇,逐家人不可以 即是逐家人的隨緣 即是等於我們莊子、老子的無謂 我找不到錢,你也不貪錢的 那就裝清高,是嗎? 無謂 無謂之而至 但一旦你沒辦法 那就說無謂了 我聽其自然,讓我自己搞 其實是錯的 因為世間你面對一個密則世界 全部有素、有形狀、有相 人是有發展事物 以及創造事物的功能 你不可以隨緣 你是盡人力而聽天命 這個才是正念 正確觀念 去到這一部分就比較深奧一點 特別涉及理性方面 我們說在世間,在密則世界 你盡人而聽天命 但我感性的世界就比較麻煩 她說我很喜歡這個人 我很愛他 究竟用甚麼心去做呢? 這個真是比較深 我看過很多過程小說 沒有講這部份 你有沒有看過程小說? 沒有 那看甚麼?看科幻小說? 歷史小說、科幻小說、武俠小說 甚麼都看 除了我程小說 非天頓地 是的 不用你猛搞神地之夜 你應該去學法術 是的 我當然要找師傅學法術 你應該要小時候去學神打 高槍筆入 我見過的 你應該要親歷其境 我不敢 我師傅說我過了刀 你不是真是想學 我真的不敢試也不敢試 我不敢試 這個心悟 即是在感性世界 你很愛一個人 很執著愛這個人 你不知何時才足夠的標準 是嗎? 有些是不愛江山、愛美人 是不是很厲害? 嗯 你真的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令你的心有這個念 那麽澎湃的愛情 愛意 你怎樣去處理呢? 剛才我說了 你在密則世界 有型有上世界 你不可以隨緣 你盡力而為 有多少力 你盡力 不夠條件 你創造條件 時間未到 你等 但你心不退 有之一日 你都會完成到那件事 但愛意 愛情 難了 那你用過甚麼心呢? 因為它不是密則世界 那些愛人 就吵你 那些愛人 那些愛人 就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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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悲劇 知道嗎? 因為它那種力最大 它將一個很傷害的人分開 世間任何事 它都不會去抱著死 它可以將一個感情的事 拉開 它可以兩個抱著傷情死 你那種力多大 那你怎樣化這種力 深不深刻 由佛系除緣 說到這裏 是好心的荷文 怎樣除緣呢? 我這個人 那個緣又未夠 條件又未夠 是嗎? 例如我喜歡香港小姐 我想追她 那你用甚麼心態呢? 如果香港小姐 調給她 她說我喜歡你 不過你未夠條件 那你又怎辦?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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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是心無的 這個真是你搞到會入了佛學的化徑 入到佛學的化徑 臨到終極的時候 原來愛情是一陣煙 到你有之一日 你去到極竭的時間 你會感覺這是一陣煙 特別你以前很多人 例如離離合合 初戀、失戀、甚麼類型 你要生、要死、怎樣 到現在你回顧一看 就有一陣煙 變成你既然知道那陣煙 你一去到有這個人性的七情六欲 你將愛的執著浮出來 你隨心而恨 你喜歡他,你便喜歡 你喜歡沒有壞的 是呀 這個不是雙方面的 就算雙方面 你都是隨心而行的 你享受過程 到時散開了就得虛莫 有這個心理上設備 因為不是你控制的 他不是說喊咎、衰不心 人們會有早死、遲死 又有意外死 不知誰先早死 你一對情侶都 你隨時遇到一個變幻 但你未變幻之前 你是隨心而行 但你要保持你的內心世界 是真實的這個重要 如果你的內心世界 不是真實的話 危險了 你不是在世間 對付那個理性的世界 我事上的世界是不同的 一你會害到人,害到自己 一你首先要騙自己 所以現在這個世間 佛教徒如果逐家人 是沒得隨緣的 你首先要定了目標 所以剛才我講過 旅行和旅程是不同的 你去旅行 你去哪個地方旅行 是你沒有工作的 你是去一個目的地 那個旅行 旅程又不同了 你去旅行 旅程又有一個旅程 旅程又有目標的 要做一宗生意 或是考察一些東西 或是考察一個名姓古蹟 或者拿一些資料 那個叫旅程 是不同的 我等現在你去搞外情也是一樣 你有老婆和沒有老婆 都不同的 就算你沒有老婆 你住在喜歡的人 但你一計算 他未必是你婚姻的對象 因為這些女人不適宜結婚 你要明白 你知道這個女人不適宜結婚 他又不想結婚 但大家是喜歡的 那你用甚麼心去處理 就是你要隨心而行 走到時間 他的世界變化 你就接受到 這是虛妄的 是留不下的 那時的世界就花殘上大香 去了一個花殘上大香的世界 但博士你說這個是理想 做到的 有些人感情是放不下的 即是說你是沒有人教他怎樣做 即是我們這套理論 不是那麼多人懂得說 一旦你沒有人提醒你 可以原來在這兩個中間 即是說你在這個念頭起了 在第二個念頭出來之前 中間的空隙 你是在那裏可以控制到的 到你的念頭出來 你控制不了 這個是智慧上的問題 亦都是一個很深奧的 心所的問題 心法的問題 上次我們補充少少 即是經常都教別人 你不用那麼多宗教上的 你學做人 但做人真的都不容易 最簡單是衣食住行 最簡單是衣食住行 每天你都吃飯吃東西 你用甚麼心態去吃東西 大家網友考慮 下次節目補充 好了 睡覺 你怎麽為之是真的睡覺呢 我相信都好像讀書沒有人教 沒有人教過這些東西 睡覺怎麽睡覺 因為你的身體累休息 但你的心靈還未休息 所以你睡在床上有很多思潮 勇伏格 即是你無人睡在禍教 那究竟透過甚麼方法 而令到你吃那頓飯 真是吃飯 你睡覺真是懂得睡覺 睡覺有兩個情況 一個是你入睡之前 第二個程序是你睡醒 你又要將主人中交給你的身體 因為你要用身體去世間民作 在交修之前 你也有一個 練習 你做過甚麼動作才是醒了 有些人說笑 有些人說這傢伙睡未醒 未睡醒 未睡醒便想錯事 是吧 這個真是很大學問 即是你做人連睡覺也未懂 吃飯的心境也未懂 你對著女兒又未懂 怎樣處理這個女朋友 你在你生命中扮演甚麼角色 不負而來不負卿 不負而來不負卿 你記得那句嗎 是 是 我忘記七世喇嘛還是八世喇嘛 六世 六世喇嘛 六世喇嘛 很有才華 很多人早死的 世間拿得兩全法 不負如來不負卿 那是因為他被人彈他 玩女人 很多情人 朝廷打他針 朝廷打他針 就叫他 不然他入京 他入到在邊域邊界 那裡在驛站停一晚 他晚上走到後花園裡 去歐寮 歐寮一路歐寮一路 世間拿得兩全法 不負如來不負卿 幾句的 我去說兩句吧 那一年後 都不讓我玩的 有甚麼這麼大件事 多三幾條女兒而已 張哥左睿尿 他旁邊有很多神子 有些徐蟲 有些鞋子在那裡 他在那個場邊鞋了尿 把那些鞋子 重新收回 即是說我玩女人 他多那些鞋子 我有甚麼功夫 即是收放自餘的 你明不明白 即是我出事 即是沒有出 這樣即是給了一個警戒的人看 接著一扔他便死了 因為他通常在他們的戒律上 規矩 即是你露了神通 你就要走 所以就在那裡 即是他有神通 你會這樣說嗎 有有有 這個是據傳而已 我沒有親眼見 即是你上網 歷史都是有幾載的 就是他那裡 一收回那個尿 進來 在渣渣渣渣了出來的 如果有彈轄 所以他鞋子起 便馬上就離開 他那個就是陸世達蘭 所以做人挺深厚的 這些故事很有趣 有很多故事 以前在佛門那裡 有真有假 真事是我自己也試過的 我自己也試過的 即是你很難說看到那個世界 你看遠一點看前一點都很厲害 如果你看多了給別人的話 你站的位置比較安全 是 最重要你也是保護到人 因為很多人 他就很噁心 即是衝動性的 全部都看好的 但到後期那一變化就大禍了 你看最近的可白就是了 在網上很紅的那個 有這麼想世網友在 又想電視 又想網站網站 是呀,挺熱鬧 你看過蔡天鳳也是 更加悲劇 到現在都不知道有甚麼事 就是你一不懂得處理 便會很危險 但我們覺得人世間 這個是很正常的 但你要有常識 你有智慧 但你也要有一個好的 知識給你 這一類是屬於哪類的情況 遇到你要怎樣處理 就不要說立戀衝動性 這個都很深奧學問 但你那個感情的駕馭 這個不是一個這麼容易的事 你駕馭的感情 你人有喜怒哀樂 不要說一下剛才你說的愛情 你生氣 你不開心 第一,你為何要生氣 這個很重要 現在我就說你要隨心而行 當你對某一件事 你一隨心而行 你就會看到緣起 因為那個隨緣 就是你隨著緣來看 心灌照下去 你看到緣起 便是虛妄 所以那些人經常用一把口說隨緣 就用一把口說 他沒有用一個心法去灌照進去 先隨哪種緣 你真是懂得隨緣的 就一定是虛妄 是 緣起是聖空 是不是亡 緣起緣滅 是吧 那他又找一把口說隨 為何身體又不隨 是不是 身體一故要睡覺 心又沒有睡覺 便整晚睡不肯著 一邊睡在床上 那些年頭一邊湧出來 所以那個隨緣是要訓練的 大家訓練 最好坐地鐵 有時間坐著等人數色 入數出不數 由一數到一百 即是呼吸 是的 進來數一 出色不數 便看著那些氣 由鼻孔到感覺到 平時很少留心 你的氣在鼻孔的感覺 慢慢你的心 就是越來越定 越來越結實 在做世間事 會定很多 很多時間你都站在那裡 有時候走路 你都可以數識 是 日本人是忍者 是的 如果忍者 他便會用瑜伽的呼吸方法 所以走路也不累 急步 不累 一天一夜 他們可以 請息忍者 很厲害 在那個鴿河 有一個鴿河派 有教的 在日本的隱藏 在我們唐蜜 拿過來的 忍者的暴行禪 暴行禪 是的 在瑜伽 我們將瑜伽 因為日本人說禪 是吧 你看見日本很多廟都會有個禪 最流行的 就算我們中國的曹洞宗也識別 但日本也有的 曹洞宗的禪派很大 林濟宗也有多人 他們日本是在禪派 由那個寧木大絕 搞到很有聲有色的 寧木大絕很文明 是 你聽過吧 我看過你書 因為他知道 寧木大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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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木大絕是在世界上有朵的 他搞禪搞得很厲害 禪派 所以現在就算日本的禪院 那盆沙 他搞那個禪意 也是很快的 譬如說 有一種更奇怪 他傳了一個在韓國 他不用沙 他用樹葉 因為樹葉的形狀不同 有大有小有膚有成 可能你整個幾棵樹 把樹葉掉下來 在庭院那裡 就集聯無章 那個就是一個社會的導影 集聯無章 可能你由那個集聯無章 就變成它有罪 你將它一玩一搞 哇 這樣你就可以 隨你的心念 如何砌一些圖旺出來 不太漂亮 到它有罪之後 你就可以變回沒有罪 好了 你正式大政治家 我如何 一坐上做政治家 做領導的位置 我面對這個社會是集聯無章的 是正常的 你集聯無章之下 你如何將它變為有罪呢 有規範化呢 制度完不完善呢 這個就涉及政治問題了 嗯 好 哪個時間我要它有罪 哪個時間呢 我特意要等它沒有罪 最簡單的說一句就是要懂得赤眼開赤眼閉 嗯 明白嗎 明白嗎 你各樣都要管 各樣都要減水 其實政治家的智慧就是禅學來的 哦 你一走到日本 有空去畫幾下沙盆 你回來 你一個人都會更聰明 因為你那個沙盆畫的圖騰是你畫出來的 等於在西藏喇嘛他們做的那些壇城 有些用沙堆 沙壇城 是的 沙砌完之後碰一聲就散了 但是它又沒有講它的作用 在西藏很少講到你的部分 其實那個沙壇城就涉及由大鮮大延門的初機 你玩完之後你要明白 這個友情世界就是虛妄的 這個就是剛才你說的隨緣 緣起緣滅 但你要有個實相演示出來 是的 這個就是實相 是的 你的心法 很漂亮的 是的 一夜全部 即是說你搞出來的 那你遇到感情的事 那你又是人搞出來 你不搞什麼事都沒有 一夜手相打不響 是吧 因為你兩個手相打 它又相應 有相應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樣去製造一個漂亮的圖案 但是那個圖案散的時候不是你控制 是好過天意的 你維持得多久呢 是吧 到大家這麼長命 百多歲走的時候 錢都會曲衝人散 但是這個過程 你又是你自己怎樣去描繪 是吧 這個是比較深奧的佛學 很少說到部分的 還有一些更加深奧 說多一點點 因為我看那些留言板 那些網友 有些都很多有研究佛學 是的 是的 因為他們有研究 很多都有研究 但是我是比較實用派的 虛無飄渺 不適合我玩的 所以當時紅白教傳這麼多法 我都不教 我沒有說你錯 又沒有說你這些人不行 這些全部西藏人玩 OK 漢土人和西域人的資質不同 地理條件都不同 那邊的人不同 等於現在你去中東跟別人說那些事 你會說不定 說不定 一定會有阿拉 你甚麼事都是阿拉的事 你說沒有就不定 那你怎麼說 是不是 今天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記得請台洋喝咖啡 也有阿博士也有的 沒有 我要來 有個剛才思蘭加水災 他為何搞成這樣 不是他 周圍都有 巴西、廣東周圍都有 整個東南亞都好過天氣反常 是的 不是只有他 不是只有他 巴西更糟糕 一百年來最厲害的水災 氣候反常阿博士 是的 所以幾人都不盡 那星期間可以做甚麼 我們捐錢 我貼得出來 大家喜歡捐錢 就捐些錢 撒災 因為我都回應了他們 我將會捐錢支持他們 隨緣 人的力 集約成球 有一點心就算了 好 如果有一件事 就看網友 如果有認識 有同學 是在美國做執業的會計師 就通知一聲 我們有些問題 就想請教他們 當作幫幫忙 因為我是很穩陣的 因為美國的稅務很麻煩 我要問清楚才能如何回覆政府 如果有網友 有同學或親友在美國做執業會計師 就麻煩 通知台商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給你 不會 臨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陷伯 不 有 很高興 在網友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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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